我们整个戏里面的主要的底级 都是第一个是承诺 另外一个是可以为大爱情之下 按了算参与那个女隧子 就已经开始做了一个 我以三万水师求去太子推纸 我何时答应你了 其实这个是很有戏剧性 它有一个不平凡的一个特议 是我们的建设剧性 他们对家国的一个付出 我们希望这部戏就比较写实一点点 所以我们当时这个戏的定位 基本上就是定位在偏堂 然后加空 最大困难就是我觉得 还是创新上面的东西 我们怎么可以拍摄来 比其他的有真样的 有关心有新鲜的感觉 希望呈现出来的视频效果是比较大气 比较稳重的 大家会看到会有很多的比较华丽的礼服 比较华丽的长服 那衣服的色调上我们希望是用大色化来表现 然后有一些局部的一些提花 一些空会 通过这些小的细节 来展现这个人物的一个时代地点 我觉得最开心是什么了 我们三个主要的演员 他们对于都很用功 他们也很专业 这个是我拍这部戏的感受最长远的 而且在每一个导演 他自己主要的一种长处与风格 所以其实有时候我们用不同的导演 就是安排的时候 按照他的长处来去拍摄不停的戏 我相信加上后期的制作之后 应该可以让观众也很意料 大家都是同一条戏 所以也是相信这部戏 应该是会有一个很好的戏 安乐传是我们重步合作 进行贡献的新作品 希望这部剧在播的时候 大家可以真的感受到我们 不怕倒霉的用心 请大家多多关注 多多观看安乐传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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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